今天是一個非常著名的《浪子》的故事。 其實這故事是非常錯誤的, 因為這故事不是關於《浪子》的孫子, 而是關於《浪子》的父母。 《浪子》的故事是在《浪子》的孫子。 故事是非常簡單的, 但也非常困難的故事, 因為沒有結束。 因為它是無止境的。 父母有兩個兒子, 他非常豐富, 他有兩個兒子, 他想要他的自由, 他想要離開家裡。 他想要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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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要離開家裡。 他對父親說, 給我, 我該分的那一份家產。 其實, 他在做的事是一個願望的死, 因為父母沒有死, 他沒有任何的權利。 所以, 你對父母說, 給我一部分我會在賠償的, 其實你對父母說, 我希望你死, 我會在賠償的權利, 所以他希望他父母早領過世。 所以, 他沒有看過父母, 他沒有看過父母, 他看過父母, 他想要自己的生命。 他想要獲得他自己的生命。 他想要獲得他自己的生命, 他想要獲得他自己的生命。 他想要獲得他的生命, 就是他父母去世的話, 他就可以獲得他自己的生命。 這件事也沒有提及的兒子, 所以他看到這件事, 他沒有說任何話, 所以他對他自己的生命。 他沒有提及其他父母, 所以他沒有提及任何事情。 這件事也沒有提及任何疑問。 這裏沒有提到母親,這是在中世紀的父權至上, 所以女性的地位是比較低落的。 但是,神並沒有男性,並非是男性或是女性, 所以不重要是父親或是母親, 最重要是祂是生命。 所以父親是祂以贖。 徒長於聖子的法律, 兩三人是父親的父親, 一三人是父親的父親, 所以他的父親就是根據摩西律法,將家產分了, 長子可以分到三分之二的家產, 他領了家產就遠去他鄉。 所以他到了一個地方,並不是就是神所應許的聖節之處, 而是一個不節之處,是一個外邦人所居住的地方。 但是他認為他享受他的自由, 現在他認為他找到自己的生命, 他可以盡情享受他的自由。 所以他花了錢,享受他的自由, 但錢就結束了, 因為他沒有工作, 他也沒有賺到任何事。 所以他進行地恢復他的產業, 然後這個產業就耗盡了, 因為他在那邊只會享受, 並沒有去做任何工作, 所以錢財就用完了。 更糟糕的,他又面對大饑荒, 他又沒有錢。 然後他在那邊只會享受任何事, 他就變成了一位聖節的朋友, 然後他, 真正的朋友, 並不是真正的朋友, 他就給他一些工作, 所以他就跟豬吃同樣的食物。 所以他就跟豬吃同樣的食物, 可能就跟豬吃同樣的食物。 但是聽到豬吃, 除了超過年的食物, 他就一直被餓出來, 並沒有和豬吃之下。 當然,他就有過財情, 他也已經想起了自己的餓, 也被暴了的 gång之初了。 所以他就想起這個地的灾謀。 因為他的生命是滅亡的、死亡的。 所以他開始回想, 然後找到祂的祖父。 所以他開始回想, 找到祂的祖父。 最後,祂是誰呢? 祂是祂父親的兒子。 祂不是只有這位祖父親, 誰有錢、誰可以做什麼, 誰可以享受, 並沒有任何事。 祂說, 祂父親的很多工作人員, 他們有很好的薪金, 他們有很好的治療, 他們都很開心。 所以祂就想到祂父親, 那就是祂父親有非常多的僱傭, 也有非常好的薪資、果實。 所以祂就明白, 祂說, 我要回到祂父親那裡。 祂說,我要對父親說, 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祢。 這非常重要, 你會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無論無論無論我們犯了什麼罪, 因為祂說, 如果我對你做任何事情, 耶穌告訴你, 祂說, 我都什麼事情丟臉, 都什麼事丟臉, 你都會在我。 所以, 如果我對你冒犯, 耶穌也對我們說, 我們行在最小的弟兄身上, 也是行在耶穌的身上。 所以, 我們總是隨身的對所有者, 都是神的地, 我只能把祂對話, 只要讓神獨離, 祂出現了,祂不會出現了。 從一個角度以來, 祂已經斷了關係, 祂不敢再說祂父親, 祂不敢再說祂父親, 祂已經斷了關係, 但是祂想要一些食物, 祂要我當作一個護士。 祂已經斷了關係, 祂只想要祂父親當作一個護士, 然後祂在那裡工作, 有一些護士可以吃。 祂也確實祂父親會接受祂。 為什麼呢? 因為祂是一個好人, 祂非常自信安慰的, 覺得祂父親會接納祂, 因為祂父親是一個非常慷慨仁慈的人。